我们现在看一个立体 它是这样子 有一块玻璃板 很平很平的玻璃板 这个做标准 然后我们要来测另外这一块玻璃板 到底你做的平不平 到底平不平 现在我们的技术 科学技术静静得很 你这个东西平不平 以前就平这个老师傅的眼睛看一看 他这么左看右看 说平了就平了 说不平就不平 所以他那个眼睛叫法眼 这个都靠不住 靠不住 现在就要靠这种技术 你表面只要差四分之一 颇长那么短 就看出来 就看得出来 他用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来测呢 就是这个仪器 一块平的玻璃板 以精品的作为标准 然后你把你做好的玻璃板 有一端 这是一样厚的 有一端接触到这边 那这边让他稍微的 翘起来一点 就是我们这里让他夹一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不是一个柳丁 你头发 扒一根头发 要那个 我的头发都不行 我头发太粗了 要那个 很细很柔的这个头发 把它放在这里 夹在这里 所以这个当中是一层空气末 你知道吗 空气薄末 我们就是要测 你这个玻璃板 到底平还是不平 好 那我们怎么测呢 那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玻璃 我们说这是玻璃 这是玻璃 这个是空气 这个空气 这个空气的折射率比这个小 也比这个小 好 现在我们让 入射的光线进来 我稍微画 斜一点 然后呢 他穿射到这里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反射 然后 这个穿射到这里来 再反射 好 再折射 以后过来 我们是看这两条 现在不是看这里反射 是看这个地方反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玻璃太厚了 我这画的正好不好 画的这个太厚 我如果真的画那么细 你都看不见了 我这是放大的 OK 这个厚度 这个厚度其实比这个厚 厚几百倍 所以那个光经过这个玻璃以后 它已经是路径已经长得不得了 那个我们就不算它 要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反射 跟这个地方反射的 这个才是它的光纯差 我们眼睛 就你路设光当然这么照进来 你的眼睛可以从这里一路看过来 因为每个地方的厚度不一样 厚度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给一个数据 坡长如果是680个nanometer 它这个玻璃片的长度 玻璃片的长度也差不多是这个 这两个根本就是 你角度差一点点嘛 对不对 L等于我们写120个 Millimeter好了 这一段密节 这一段的厚度 这个家的头发 它的厚度 T T 不这是D 我用D Diameter 头发的Diameter 0.048个 Millimeter 现在我们从这边看到这边 总共有多少个亮纹 从这边 慢慢慢慢看过来 看到这一边 总共有多少条亮纹 总共有几条亮纹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看它的光层差 你要产生亮纹 那这个 这个向差 这个路径差 必须是 波长的 整数倍 好 那现在我们看它 这个地方假定 它的厚度是T 这个T都不一样 一直到这个地方 T等于D 它是两倍的 N 这个地方是空气 这是空气 这个空气等于1 所以它就是两倍的T 两倍的T 好 那有没有 反射有没有改变相位呢 我们假定入射的是零 作为标准 折射没有 这里头反射 由大折射率到小折射率 反射 没有变 然后这个是 这个也没有变 这个是零 这个也是零 折射都没有变 这个是小折射率到大折射率 这个变了 变了一个 就变成π 然后再一路折射上去都没有变 所以呢 它是有π角度 π度的相变 好 π度的相变呢 π度的相变 那我们就要 看它的 你这里 加 加 二分之 lemna 也可以 如果加二分之lemna 这个就 这个就从一开始 加二分之lemna 好 那我们就得 2T呢 是等于 m 加二分之一的lemna 好 这个m是从1开始 这是这个地方的厚度 这个地方的厚度 好 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是零 到这里的m是多少呢 因为它的总是慢慢变 慢慢变嘛 对不对 过去一点是 1 再过来一点的量文又是2 再过去一点 量文就是3 好 那现在我们说在 端点的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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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端点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 它的T就等于D 这个厚度啊 就是D 等于0.048 我们画成meter 好 于是代入这个式子 这个是减二分之一 这个难过就是减的 好 代入1 我们就得两倍的D 要等于m 减二分之一的Lamina 好 那就是2 乘上 0.048 乘10的负三之方 要等于m解 二分之一的Lamina Lamina 我们带一下 Lamina是等于六百 八十 Nano 10的负九之方 meter 好 我们从这里可以算出 它的m等于多少呢 141.2 m等于1是一条 m等于2是一条 m等于3第三条 m141呢 就是 第141条 142才是第142条 现在点二你看得到看不到 点二一定是一个暗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 产生的量纹 是一条 这么多条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牛顿圈 就是说你在这个上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上面就是说 你所看到的这个亮纹 它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所看到的 你从这里看到的 一条亮的 一条暗的 又一条亮的 又一条暗的 又一条亮的 一条暗的 这样子 一百四十一条 如果这个纹都是直直的 每一个都是平行的 那就代表这个玻璃 做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平 如果当中有一条纹是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变成这样子了 那就表示你这个地方 该亮的不亮 该亮的结果变成暗的 那它就差了多少 来回差二分之一波长 那就是单程就是四分之一波长 对不对 你不是少了四分之一波长 就是鼓起来四分之一波长 不是凹下去就是鼓起来 你这个玻璃片就不合格 现在你用在雷射里面的这个玻璃片 都要这么这么平 都这么平 不是随随便便拿个玻璃工厂就能做的 不是 它是高科技的产品 小小小的一片 你讲十几万 那么这个就是高科技的产品 好现在我们再介绍一种叫做Newton Ring 牛顿圈 牛顿圈它也是用来测量测量你这个表面做的好不好 现在不是平的表面 而是一个球面 而是一个球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是一块玻璃板 很平很平的玻璃板 很平很平 好 这个上面呢 摆了一块 这画的不好 摆了一块这个 球面 它这个面呢 好像一个透镜 透镜 它这里是球面 这个是平面 那你这个球面 这个到底圆不圆 那你怎么知道圆不圆 怎么知道圆不圆 你有没有去看过那个 做那个显微镜的工厂啊 有没有看过 我有一次去餐馆 哇 这佩服得不得了 因为显微镜那个物镜啊 就跟豆一样 跟绿豆那么大 它也要求命了 那我不晓得他怎么会做的呢 他就靠一根棒子 黏的那个玻璃啊 小玻璃片 用力气还是什么 把它黏住 然后就在一个 一个一个东西里面 磨一个 一个好像 跟他套在一起的 他在那里磨 用手去磨 他说好了就好了 好奇怪啊 那我就不知道 那个 是不是真的好了 你要测要这么测 要这么测 比如说 我们这个是R 这个是 到达这里是R 半径 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或者从这里到这里 都是R 然后这个地方 就有一层空气墨 对不对 空气的薄墨 但我这画得太夸张一点 应该是 求靠里头一点的 它这个薄墨 很薄 很薄 那么 我们现在 就要看 你这个地 它 然后照出来呢 你看出来 你从上面看了 它反射回去看了 它是一圈一圈的 这个样子 这是暗的 我应该画成这样子 当中是个暗的 你们书上有这个图 有这个相片 它是一圈又一圈 一圈一圈 如果你这个球面 做得好的话 它这个量纹 就是一个圆 一个circle 那这个第几条circle 就是用M来表示 那现在我们看 它产生量纹的条件 比如说 我们看的是在这里 这个是它的R 从中间到这里的R OK 好 那么 这个是 这个是低了 这个厚度就是低了 OK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它光线从这里 射进来 我把R画上去一点 好 我们一条光线 从这里过来 然后呢 有一条就从这个地方 反射回去 垂直反射回去 然后一条穿过这个 然后再反射 好 我们看这个 好 这个地方如果是低的话呢 那光线 就是两倍的低 因为这个当中是空气 它有时候会 会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说 这个是有油啊 泡在油里面 那你这个就要乘上 那个油的 折色率 好 那么我们要看量纹 你就先写 M Lamina 然后你再看这个地方 这个怎么会 怎么画 这个是零 零以后啊 穿色没有变 也是零 不是 在这个地方 穿色是零 这个地方 从大折色率 到小折色率 这个 没有变 然后这个小折色率 到大折色率 这个要变 然后到这里就变了 所以它是 有变一个 拍角度 就是说你现在要 减一个 二分之一波长 减二分之一波长 于是我们就有 二D 要等于 M 加 二分之一的 波长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 看D 这个D 这个地方是D D跟R 有什么关系 D跟R 有什么关系 好 那么 我们说 这个R呢 就这个R 它是等于 R平方 等于这个平方 减这个平方 我们先写这个好了 R平方 减掉 R 减低的平方 这一段 这一段 是D D 那这一段 就是R减低 那么R呢 就可以 看成是 R平方 减掉R 减低 平方的 二分之一次方 好 那么这R平方 约掉了 消掉了 那 整理一下以后呢 这个就变成 2RD 1减 2R 分之低 的二分之一次方 因为 因为 我们知道 这个R 远大于D 好 R远大于D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 慢慢呼 这个就不算了 这个算0了 所以它就等于 2RD 好 因为R远大于D 就是这个数字 比一小的很多很多 所以R呢 是等于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 带到这个 上面的式子里面去 我们把这个 当做第一是 好 2D在这里 2D带到这里头来 好 那么 把第一式带入上式 量文的半径 那就得R 要等于根号 它是2R乘D嘛 所以它就是M 加二分之一 Lamina 乘上R 好 你只要知道R 你用的 波 用的这个光 它的波长是多少 你可以算的是 第几条量文 那它的半径是多少 就知道了 如果你要看 它的暗文 它一圈暗 一圈亮啊 好 那暗文的位置呢 我们就看 我们就看暗文的条件 暗文的条件 你还是从光层差来看啊 好 它现在要 暗文 我们用减的 我们用减的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2D 它来回是2D 它又变一个π 对不对 变π的话 我们就把它写成是 负的二分之一 Lamina 好 于是 我们就得2D 要等于M倍的Lamina 所以R就等于根号 M Lamina 乘上R 这是牛顿圈 好 底下我们再看 一些立体 好 有海水 海水N是等于1.3 上面浮了一层煤油 比如说 一个船漏油 那个油都浮在水面上 对不对 一大片 海水 上 浮 做煤油 煤油的N是等于1.2 如果油墨厚度 为460个nanometer 460个奈米 那么可见光里面 反射的 最强的光 是什么颜色 反射光是什么颜色就好了 那么 比水面下面看 水面 水面下 所看到的 波长 最强的 水面下 是什么颜色 好 那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图画出来 把图画出来 OK 我们画在比较大一点的地方 我画大一点 这是油墨 这是油墨 底下是海水 这是空气 N2 1.2 这是油 N3 1.3 这是海水 好 我们假定它的厚度 是T 好 我们垂直光线 从这里过来 然后呢 它在 第一 在油墨的 最上层 反射 然后一部分就穿射 到油墨里面去 然后在油墨跟海水 这个面上面呢 它在反射 反射以后 有一部分就穿到 空气里面去 然后这里还有反射 第二次反射 到这个面 一部分穿射 一部分反射 反射的以后呢 反射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一条 是穿射再穿射 这一条呢 就穿射了 穿射 从这里穿射过来的 这个是从这个地方 穿射过来的 我们现在看这个 水面上 水面上 我们看它的干涉 你要看到什么颜色 当然是亮纹 对不对 水面上 好 那么 它的量纹 条件 就是 Delta R 要等于 M倍的 Lamina M倍的Lamina 好 那么 它现在 我们就看看它有没有变拍 它这个地方 两倍的T 两倍的N2T 再看有没有改变拍 这是零 到这里头 小到大变了 然后这个没有变 然后这个地方又是小到大 又是变了 然后到这里头 它穿过去没有变 所以啊 它没有变拍 没有变一个向角 所以呢 这就是加零 等于这个 好 于是我们就可以 求这个 这个时候的M 要从一开始 我们从一二看 因为它 总是一个厚度嘛 它总是有一个 最最小最少 也要有 有一个Lamina 好 我们可以求出 它的Lamina 是等于 2N 2T over M 那这个就是等于 量 2倍的 1.2 460个 Nanometer 被M来除 你把这个 画一画它是 1104个 Nanometer 被M来除 好 我们就把M等于 123 这样子带进去 OK M等于1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量文波长是 1104个 Nanometer 我们可见光啊 可见光啊 可见光是从 400个 Nanometer 到700个Nanometer 之间 小于400 看不见 大于700 也看不见 小于400 是属于 紫外光 所以靠近这个 就是紫光了 这个 以上是 红外线 靠近这 这端点的 颜色 就是红色的 所以啊 这个颜色 看得到 看不到 1104 看不到 它是 红外线的 范围了 那么 M等于 2呢 Lam呢 是等于 552个 Nanometer 好 这个可以 可以看得到 400 跟700 之间 这个应该是 属于 这个 绿光 M等于3的话呢 Lam呢 是等于 268个 Nanometer 好 这个是 这是红外线 这个是 紫外线 这两个都看不见 就是看这个 如果你不晓得 这是绿光 你就说 我只能看到的 就是 552 Nanometer 光就好了 这个就是 绿光 好 所以你在 你坐飞机 在油墨上面 看呢 是绿光 是绿光 在水面上 看到的是 绿光 好 我们现在看 水面下 我们也看 它的 光层差 水面下呢 是从这里开始 因为这个光 是从这里上去 光从这里下来 另外一条 是从这里下来 所以光层是这个 光层是这个的话呢 它也是 2N2T 然后再看它 有没有 看它 有没有变 好 零到这里 还是零 这是π π 这个是大折射率 到小折射率 没有变 然后这个也没有变 这个有变 有变了 所以呢 它是等于 这个我们减二分之一排 减二分之一 所以它现在就是 2N2等于 M加二分之一波长 好 那Lamina呢 它就等于 2N2T 好 这个是 分子跟前面都一样 1104 Nanometer 这里是M 加二分之一 好 M等于1的时候 Lamina是 706 Nanometer 这个是 红光 稍微 跟红光 比红光稍微长一点 比红光稍微长一点 有的人可能就看不见了 因为它超出这个 红光的范围 好 M 等于2的话呢 Lamina是等于 442个 Nanometer 那就是靠近这一边呢 所以它就是 紫光 紫光 OK 紫光 所以 看到的 紫色 那么 这个是 这样的一个 立体 也就是 我对 我对 你对